那么问题请师父开示 请讲吧 第一个是 因为初修的同修是开诊所的 自己赤字也在里面 他修的时间不长 就追踢 共同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 观地菩萨 太世音菩萨 他念小黄子 念经 什么都在做 修了一年左右 现在也已经不念经了 火台也不在商巷公公了 对他的同修 或他帮他学火台的同修 知道了以后 找他交通过 希望他能继续公公 但他说 对他的同修 四十年没有跟他接受清楚 他还是决定不再公公了 同修几个也告诉过他 如果不公公了 叫他按照 学习问答四十九座 并发胆信告诉他 可是他在没有任何经文情况下 自己把佛像请下来 到上 黄子也卖了 搬到其他地方去住了 后来因为没有参与这件事的同修 弄到自己走进一个十年围墙的场地 看见 看见埃比赛三个同修 被一种叫做 一毛草的植物 环绑着 摧在地上 正中间 放着一张 长黄形的镯子 上面放着印铃和印章 看见一位长相 像西纸里的官大人 坐在中央 手里拿着一支笔 两侧够站着 一个身穿灰夹的人 其中一位 内穿背身衣的外衣 外穿灰色 中山装的人 拿着手枪 对着埃同修 是 人是你斗的 比赛同修 是帮你安佛台 帮他安佛台的 现在来了这么多人 怎么办 坐默论同修 以免知道指的是 谁家的佛台 埃同修后面站住 一排人 就是二三十岁左右的人 比同修周围 围着五个人 其中一个内穿花铁子 衬衣 外穿浅灰色 外套的年龄 大有十四五岁的 男孩子 手伸向他 围着他转 梦里的同修 对着 他说 不论这样对待比同修 有什么事好商量 比同修身边还坐着六个人 看见一个户脑 抱着一个浴瓦 在跟着 C同修身边 C同修身边 坐墙体上 坐满了穿鞋衣服的人 在上面起火 场面十分可怕 梦里的同修 急忙窥在关大人面前 为IBC三个同修求情 随你不停地喊 观世音菩萨 楼台帐 麦酒他们 观大人 说 喊也没有用 这件事 我们可以自行解决 这时 比和谁同修 被绑着的双手 解开了 但是 I同修 人被绑着 梦里的同修 再三毁去 毁着说 一定要去放过他们 他们都是最善良的人 放生 是对人 做工的 最后爱同修的时候 才被解开了 其实我再梦里的印象 这个梦还不知道啊 也就是说 当这个人去度 这个人帮他设胖胎的时候 他一定有所求了 听不懂啊 哦 这样啊 所以如果不是对他梦 如果完全是出于公心的话 不会有这个报应 听不懂啊 哦 一定是说 现在怎么做了 师傅 一定是这个原因 所以现在 他们两个都被拉下去 惩罚了 虽然他 人家下面的人说 下面 下面的这个地府的官是吧 你说是官公啊 还是 还是 还是那个 还是地府的官啊 地府的官 官大人 是官大人 他说了 啊 那他不是叫台党 跟官司 应不上吗 结果那个官大人 就说了 你叫也没用 啊 我们自己也觉得 但是实际上 他叫了有用吗 他手铐 手铐已经散开了 听不懂啊 哦 我现在怎么做了 师傅 要念礼佛 所以我跟你们讲 度人不能有目的 你就 这个人不休了 你就不会有业障 所以希望 全世界的朋友 今天我这个广播 很重要 他们问的几个问题 都是我新的 给大家的开示 希望大家相互的转载一下 就是说 度人的时候 没有 没有 没有对人家有要求 没有欲望 无缘大词的去度别人 就算他不学了 你不会有业障 你只要对他有一点点要求 他不学了 你就拉下去 你就有业障 有肉 听得懂了吗 好好 知道了 师傅 你礼佛还有小房子 黄圣什么 黄圣 黄圣 没关系 主要是礼佛跟小房子 好好好 念小房子多少张啊 念小房子 念很多了 小房子念很多很多张 小房子应该 十七张 十七张 一波一波念 至少念六波 是 好好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 怪世音菩萨 我早就跟你们讲了 对不起不好 很惭愧 去度人的时候 对 怪世音菩萨 对 各位菩萨 请 参悔啊 请菩萨 大师大悲 怪世音菩萨 似乎 对付他 四百万两 我告诉你们 你们这些声音啊 对不起 你们不好好 修的话 以后这些声音啊 就是台长 经常在地府里面 听见的 当被关老爷 被下面地府 惩罚的时候 都是各个 这个声音 所以我希望你们 不要有这种声音 发出 就是要好好 学佛 一定要证 你要知道 人家没有用的 人家再好 再有钱 再什么都没用 你有本事 以后到了下面 或者到了上面去 那才是成功了 就像很多人一样 在大学 读书的时候 有些小孩子 穿名牌啊 好像吃得好 有名牌 汽车接送啊 好像狠得不得了 最后毕业不了 那人家小孩子很贫穷 知道了 师父 错了 弟子错了 对不起观神 菩萨 对不起师父 请师父 慈悲软了 这位菩萨 慈悲软了 好了再见 再见 努力的比同学 就是我 还有还有 第二天晚上梦见了 又是这位 还是这位同学 梦见了 第二天晚上梦见了 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自己家里 来了一个人 衣服看得和师父一样 比师父要胖一些 同学很高兴的和来人打招呼 你是每次考试的考官 有什么事 那个人笑着说 往来有事情 然后就在他家里桌子上 也拿了一张有字的纸 同学一面想 这是白天写梦境的纸 然后考官在自己口袋 拿了一支笔 在纸上画 同学看到考官 在纸上写99.8 然后将纸转上带走了 师父这个梦 是不是梦考的分数啊 对啊 考过了呀 哦 可是 可是做梦的同学 第二天病了 没有起床 也不怎么想吃饭 习个一下子是冰凉的 师父做梦的同学 是不是第三个同学毕业啊 很简单 做梦的人 虽然做的这个梦考过了 但是还是有业障的 听不懂啊 生完命就好了 哦 这个还不懂啊 就人家发发热 不就结束了吗